大家好,我杨风 今天10月15号,大家周末愉快 现实比虚幻更精彩 一场俄乌战争 让一些国家的智商翻车 领导人的智谋翻船 令人瞠目结舌 背后的斗智与斗力,令人唏嘘探婉 今天的主角却轮到一个名闻狭耳的商人 世界首富埃隆·马斯克 Elon V.Mask 马斯克是全球汽车界的贵族 特斯拉这家公司 与太空科技的闪耀之星 SpaceX两家公司的负责人 以及世界首富的头衔 马斯克年轻、有活力 勇于挑战,敢于尝试挑战 然而,马斯克在今年的俄乌战争中 更是声名大噪 2月24日 俄罗斯向乌克兰发起了特别军事行动 开战初期 俄军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的火力打击 摧毁了许多的军事设施 通讯指挥系统 在战况不利的情况下 乌克兰副总理费多罗夫 于2月2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 向马斯克求助 希望SpaceX帮助乌克兰建设 新链卫星互联网地面站 以帮助乌克兰的卫星互联网接入服务 马斯克很快就答应了 3月1日 据媒体报道 SpaceX公司向乌克兰基辅地区 发送一辆装满新链用户终端的卡车 总共有150台的终端设备 乌克兰部分地区将因此 重新获得网络服务 使用了这些设备之后 乌克兰部分地区 甚至于战场通讯 就不受地面激战的限制 在新链卫星帮助之下 乌克兰军队获得了大量的即时情报 也因而屡见起功 新链的传奇也在美西方国家大为广传 而马斯克的传奇 从汽车界传扬到新链 再传扬到乌克兰的天空 在乌克兰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受到广大乌克兰人民的传送 只不过 热恋中的亲人可以随时翻脸 爱的小船更可以亲父 最近 在乌克兰战场上的乌军士兵们 可能发觉 他们一直使用的新链卫星信号 突然间没了 和指挥中心联系不上了 因为SpaceX切断了他们的服务 10月14号的消息 马斯克表示 SpaceX公司不能无限期的为乌克兰的新链终端提供资金 此前有报道称 SpaceX公司已经要求美国五角大楼支付相关的费用 前一个星期 马斯克在推特上表示 到目前为止 星链行动已经花费了SpaceX公司8000万美元 到今年年底将会超过1亿美元 SpaceX公司背后虽然有美国政府的合约 但毕竟还是一个私人企业 私人企业不能够亏损 尤其是面临长期业务上的亏损 因此 马斯克切断对乌克兰的新链服务 这也无可厚非 不过 除此之外 还有一段恩怨 10月3号 马斯克在推特上发表了他对乌克兰局势的四点和平建议 第一 在联合国监督下 就乌东四地重新进行公投 第二 克里米亚正式成为俄罗斯领土的一部分 第三 克里米亚供水得到保证 第四 乌克兰保持中立 其中第三条 意思是 乌克兰应该向克里米亚供水 其余三条 基本上是同意了 俄罗斯之前所提的俄乌谈判的条件 乌克兰不加入北约 去纳粹化 去军事化 或是中立化 马斯克这四点和平建议 已经发表 立刻引起了乌克兰官方与民众的抨击 马斯克瞬间从乌克兰的英雄 变成了人人想要踹的狗熊 即将离任的乌克兰驻德国大使 梅尔尼克还骂了脏话 他说 叫马斯克滚蛋 于是呢 马斯克回说 是的 我照办 坦白说 马斯克是个商人 虽然是一位成功的商人 但是也不宜过度的介入政治 介入过深 尤其是国际政治 国际政治的水太深了 不过 马斯克可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 一些具有雄才见识的人 虽然身在商业界 但是其见识实属不凡 也因而会针对一些国际时局 说出自己的看法 民主社会嘛 不是言论自由吗? 马斯克当然也可以说出 他对国际时局的看法 其实 马斯克的说法有其道理 只是 许多的西方政治人物 因为政治正确的缘故 不敢说出来而已 或是说了出来 也没有什么媒体敢于刊登 这也是媒体的政治正确 举个例子 当美国去年4月的通货膨胀数据 揭入的时候 CPI同比上升了4.2% 美国有多少所谓的学者专家们说 美国的通膨只是暂时的 然而 有另外一些学者 分析师们说 美国会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 但是 那时候 有多少美国的媒体 刊登这样的说法呢? 不是没有 但是很少 所以 不要再说 西方的新闻媒体 舆论界是处于自由的 政治正确 仍然可以掩盖这些所谓的自由言论 我们的着重点是在于 马斯克这番说法 正是处于一个唯妙时期 9月下旬的北溪天然气管道被炸 到克里米亚大桥被炸 然后是一些欧洲国家开始抨击美国 抨击美国说 趁着欧洲缺乏天然气的时候 高价卖天然气给欧洲 据说 一艘LNG液化天然气船 扣掉费用之后 可以赚取1到1.5亿美元 法国总统马克龙因此抨击美国 以超过4倍的天然气价格 将天然气卖给我们 这种事不能够再延续下去了 这可不是友谊一尺的真正含义 俄战争拖延的时间够久了 并且还看不到短时期之内有结束的可能 为了这一场战争 欧洲国家可是为了盟友 跟着美国一起制裁俄罗斯 可是,到头来 美国卖天然气给欧洲盟友的时候 却要收取超过4倍的价格 这就是马克龙质疑的 这是盟友该做的事吗? 为了这一场战争 欧洲已经累了 虽然英国还在继续拱火 但是,欧洲真的累了 其实,大家都明白 俄战争就是美俄之间的战争 俄罗斯是亲身参战 美国却是以乌克兰为代理人战争 既然是美俄之间的战争 美俄任何一方不想停下来 战争就不可能结束 我们三月时候的说法 普京要打多久 谁在拖延俄战争 那时候我们说 美国与俄罗斯都不想让战争太快结束 美国是想要借此耗损俄罗斯的国力 一旦俄罗斯倒下来了 美国会立刻带领胜利的北约盟国 调转过头来,对付中国 只不过,美国没有算到 俄罗斯的任性竟然这么强悍 美国虽然想要拖延战争的时间 希望有足够的时间把俄罗斯整垮 但是,到了今天 美国也明白 短时间之内整不垮俄罗斯 但是,战争的风险太大了 俄罗斯已经从特别军事行动 转变为第四次的卫国战争 前三次分别是 拿破仑时期攻打俄罗斯 以及两次世界大战时期 当俄罗斯进行军事动员 即便是部分的军事动员 这已经表示战争扩大的风险增高 核战的风险也在增高 马斯克因此说 我是乌克兰的忠实粉丝 但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粉丝 俄罗斯在那时候 也不希望过快结束战争 一方面是 俄罗斯需要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 二方面是 俄罗斯被美国与欧洲严厉制裁 俄罗斯希望借由战争 迫使欧洲撤销对俄罗斯的制裁 最终的目的是 俄欧和解 只不过 在欧洲一轮又一轮的制裁之后 俄罗斯也死了这条心 短期之内 俄欧和解无望 俄罗斯因此在9月下旬 结束了特别军事行动 既然和平谈判无望 那就进入到第二阶段的军事行动 让乌克兰四地公投入俄 以实际行动达成军事行动的目的 欧洲已经累了 俄罗斯眼见和平谈判无望 也改变了策略 以固守乌东 然后进行长期的对峙 美国呢? 美国岂不是也累了? 其实一些美国人民也知道 在俄乌战争中 乌克兰难以取得胜利 马斯克就是典型的其中一个 之前我们一直说 俄罗斯不会输掉这场战争 即便是美国一直在背后提供武器给乌克兰 俄罗斯也不会输掉这场战争 理由是 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国力相差太过悬殊 就算俄罗斯一时之间打得不顺利 只要针对一些缺失改进 俄罗斯要固守乌东 没有问题 马斯克算是看明白了这一点 因为他自己就是被战争拖延的受害者 谁都喜欢当英雄 但是不能够让自己的公司长期的负担下去 不管是美国政府或是乌克兰 其中总要有一个负担这些成本吧 据CNN13号的报道 SpaceX公司已经向美国国防部表示 如果美军不出钱的话 恐怕会很快的被迫对乌克兰断网 据说 马斯克向美国军方开口要价4亿美元 为往后对乌克兰的星链服务买单 对此 美国军方还不高兴 美军高层表示强烈的不满 甚至有名高级将领说 SpaceX竟然有脸躺在别人的前上 成英雄了 无论如何 这都是歹系脱膨 欧洲累了 俄罗斯改变了战略 退守乌冬带变 美国虽然是一波接着一波 对乌克兰进行援助 但是 马斯克也累了 那么 这一场俄战争要如何再打下去呢? 我们的看法是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当大家眼睛望着美国 希望美国能够同意 想个办法 针对乌克兰的局势 进行和平谈判的时候 美国能同意吗? 或许泽列斯基还在梦想着收复克里米亚 然而 一些欧洲百姓却想要好好地过冬 一些欧洲企业 尤其是制造业 希望战争结束 好让电力价格下降 维持住竞争力 一些俄罗斯的士兵们 或许也想要回去过个冬 但是 美国方面 可能也没有多少选择 之前 对乌克兰拱火 在没有达到成果之下 能够搜索吗? 难呢? 拜登能够搜索吗? 一旦搜索 中期选举怎么办? 一旦搜索 往后还有两年任期 往后的市政怎么办呢? 拜登自己还曾经表达了 要竞选连任 最后 美国能够搜索吗? 美国一旦搜索 那可是很严重的后果 不要说 今后欧洲会恢复与俄罗斯的能源交易 北约这块招牌 非常可能会动摇 那么 对付中国呢? 美国一旦收手 之前对付中国的计划 不都前功尽弃了吗? 今后 美国在国际上发号施令 大概不会有多少国家听从了 到时候 只会剩下五眼联盟国家 这就像射出去的箭 没有回头的机会 美国没有什么回头的路 但是不回头又能怎样呢? 摆在眼前的是 无休止的战争 美国就算今后 每年提供几百亿美元的军费 军事援助给乌克兰 乌克兰大概率的 还是无法收回乌东四地 美国不收手 战争就会持续下去 每年几百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大家可能不容易估量出后果 如果换算成十年的光景 以目前援助的金额来计算 大约是5000亿美元 这是一笔庞大的开销 那几乎等于是美国直接参战 果真如此 乌克兰战争等于是 另一场的阿富汗战争 或是半个阿富汗战争 美国的国力受得了吗? 美国打阿富汗战争的时候 正值国力的巅峰 那时候美国的国债也没有这么高 但是现在 美国国内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 美国国债压力日增 外部去煤化的声浪增长 美国负担得起这样的花费吗? 再换一个角度想 就算美国负担得起 然而中国在亚洲大陆上崛起 大亚洲的天空已然改变了颜色 改变了色彩 虽然北京想要打通欧亚大陆的通道 仍然没有完成 然而这场欧战争 已经将欧亚大陆的通道 延伸到东欧的白俄罗斯 白俄罗斯也想要加入上河组织 中国不折腾 美国一直在折腾 谁会输 谁会赢呢? 我们从俄乌战争开打之前就说 乌克兰的紧张局势 长期而言 对中国有利 虽然 俄罗斯现在的处境比较艰辛一点 但是 换个角度来看 美国的压力更大 只要在俄乌战争中不胜 美国就是败了 因为战争不胜的结果是 美国等于是 一半的卷入另一场长期的战争 这对中国来说 又是另一场的战略机遇期 美国现在是进退两难 对中国来说 只要不折腾 持续发展 就是胜利 今天的分析和推理就到这里 这里是风云天下 杨风时评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